繼續來看看立法院 立法院現在在所謂的民意 還有民意調查的關注角度裡 很多時候是院長韓國瑜 這個消息是說韓國瑜 今年度特別讓院內的 35位基層工友 晉升為季工 被說是晉年之最 所以這些基層很開心 說院長不只過年節送粽子月餅 還讓大家有升遷的空間管道 王世堅在立法院質詢的時候 則是批長照司 司長態度很差 應該要罰站 應該要關心民眾 真的關心的問題 因為像這種身杖輔具 是民眾攸關權益 很重要的議題 怎麼可以愛理不理得 所以他喊話為副部長要去處理 韓國瑜還特別去讚美 謝謝王世堅的質詢 令人感動 當然過去他們兩個 在台北市議會的畫面 被說扶龍王也是因為這一站 現在互相是在稱讚的嗎 而韓國瑜是不是再度成為 綠營的眼中釘呢 還是操作的一個角度的可能性呢 因為一個最新的 台灣民意基金會民調裡頭 告訴大家 這個溫度 好感度 韓國瑜幾乎是一個 過去從來很少看到的現象 叫做谷底大復活 就由英龍來分析 他認為這是過去 從來沒有看過政治人物 這個從過去被黑到個底 黑韓的這個程度 已經到了幾乎破底的狀態 現在反感度已經降為兩成二 好感度四成四 讓他都嘖嘖稱奇 各種量格則是分析 他感謝賴清德 什麼都在權力鬥爭 這種逗來逗去 缺乏高度的表現 反而對比起韓國瑜 促進朝野和諧 誰比較像總統呢 他問 領導人要展現高度 賴清德是嘴巴在展現高度 而鄭立文則是說 韓國瑜有個人魅力 任後的表現 面對綠營能夠回應的情況之下 讓一開始不是也在什麼 叫他什麼上班 什麼遲到 有沒有喝酒 盯著他管嗎 結果想不到 現在反而又人氣在上升之下 鄭立文說 現在反而綠營鐵飄去高雄 擔心心生忌憚 這次不得不小心應對他嗎 神父雄則是提醒 從谷底爬起當然漂亮 但是民進黨會警惕 說不定有更多潛在敵人 要弄他了 不見得是好事 而黃耀明分析 這個所謂的民調谷底復活的概念 重點在操作什麼 他認為是要含爐對決 捧含沙爐 或是想辦法見縫插針 但是這個游應龍 會有這樣子的企圖跟目的嗎 跟賴清德的關係 現在有必要這樣特別幫他做 所謂的特異的民調設計 賴清德自己本人的支持度 TBS民調告訴大家 最新民調支持度又往下掉了 已經掉破了四成 來到了三成七 跟上一個月比一比 直接減了三個百分比 也是第一次破四成以下的 過去他不是各種全包包牌的 中華民國論的概念 不是希望贏得更多的選民支持嗎 結果怎麼反而每下遇曠 包括卓榮泰也一直在下降當中 那主要是針對經濟議題的不滿 看起來是比較重要的 不滿的來源 還有兩岸議題同樣 47% 46%都是表示不滿意的狀況 恐怕也是這一波民調裡面 對賴清德的支持度最大的影響 不過對比起台灣民進會裡面認為 中共隨時會不會封鎖台灣 問民眾的時候 卻有四成一的民眾擔憂而已 五成五都說不擔心 不知道是為什麼 大家覺得很安心 還是覺得演習久了 水煮青蛙 好 那所以呢 另外一個眼中釘是誰 柯文哲 對於賴清德來說 非置之而死地嗎 那目前看起來在整個炎壓 易小薇等人的偵辦進度上 看起來勢必下個禮拜也要炎壓柯文哲的 是不是真的橘子才是掌握了重要經由證據的人 所以因此橘子不回來被列為被告了 必然就要升壓 炎壓他 那當然今天包括省信經營小薇的炎壓庭 馬上就要召開了 而吳順明唯一一個要聚保停壓的 那民眾黨目前的狀況呢 除了各地還是有所謂的鄉庭小草的活動之外 在高雄出現了一個叫白色遊記兵團的概念 甚至要訓練所謂的小草進行 木劍 竹刀 基礎勤拿 武術訓練 說要跟青鳥對抗 那這場地還是跟民眾黨高雄市黨部借的 不過因為這個涉及還會有搏鬥等等的 是不是太激烈了一點 所以民眾黨趕快切割囉 說相關活動跟黨部無關 怎麼回事 因為民眾黨黨內 還是有那種互相要打臉嗎 鬥爭的 衝突的 這樣的氛圍嗎 包括了蔡碧如講了一個 柯文哲深夜去探富 看過秘密等等 除了陳志涵痛批她 就說這個都是錯誤的 要更正她 連妹妹柯美蘭也跳出來嗆她 蔡碧如的回應是說 應該柯美蘭傷心 理解她的心情 顯然民眾黨內部仍然處在這種 互相很多干戈 衝突 互罵的氛圍當中 原知 先來看看正在立法院 現在王世堅得到韓院長的讚美 我要講韓院長本來就是非常暖的人 因為一般來講 工友是各機關裡面最基層的 像這種首長都不太會注意到工友 韓院長他剛當院長還不滿一年 馬上把工友升起來 為什麼 因為他有注意到他們 有的可能就是已經很久沒有升遷了 很辛苦 但是他們的福利沒有那麼多 韓院長有注意到 所以以前韓院長就是這樣子 比較暖的人 我印象當中當時他去選總統 本來他有隨乎 後來要交給國安人員來接手的時候 那些隨乎跟他是擁抱 隨乎還在那邊哭 親眼所見 對 親眼所見 所以如果說不是一個 很暖的機關首長 隨乎怎麼會哭 隨乎都跟他打成一片 一般隨乎都跟首長 其實都是有距離 但韓院長就是沒有 王世堅這個 其實王世堅在質詢的時候 我在現場 因為他說 他都沒有說你很棒 他說 他說王世堅很棒 因為王世堅是我上一個 所以我在那邊等 但是我沒有聽王世堅講什麼 因為我在準備我的下一個 但是我覺得韓院長可以講說 王世堅令人尊敬 代表他有在聽 我本來都在猜說 院長在主持議事 會不會聽人家質詢什麼 他有可能就在想自己的事情 然後時間到了 他就幫忙主持一下議事 沒有 他會很認真 聽每個委員的質詢 就我了解 好像有聽有一些委員講說 院長還會聽誰的質詢 還會給一點意見 說你很棒 不管是鼓勵也好 或者是說 教大家一些paypal也好 其實他是滿關心大家的 所以我認為他會稱讚王世堅 我覺得他是非常尊重 所有問話的委員 當然你說院長現在 韓院長現在的 不管是滿意度 或者是支持度有沒有提高 當然是有 民進黨有沒有在想要挑撥 韓國瑜跟盧秀燕 也有 因為我們也聽到一些就說 好像現在看起來盧市長 才是2028的候選 但是現在韓院長也有機會 在那邊挑撥 可是我覺得這個挑撥很無聊 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兩個 潛丘也很清楚 他們兩個的關係就是非常好 我們今天早上 院長還在那邊講說 我們中興大樓有電梯 之前不是被稱為大怒神 不是說有問題 大怒神 就是說 很容易故障 院長今天還在講這個事情 當時就是前處長 總務處長處理不好 後來換了一個新的處長 這個處長就是台中過來的 所以兩個完全是沒有任何的問題 我覺得韓院長也不會去 不是跟人家會鬥爭的人 所以民進黨也不需要浪費時間 做這個動作 反倒是賴清德我認為 為什麼他民調會下滑 蜜蜜過了 他其實前一段時間 他的聲量很高 因為他講祖國論 他國慶談話 所以大家討論他 可是他的民調反而下滑 代表什麼 代表他目前作為大家很不滿意 他自己講國家利益大於政黨利益 可是現在看起來 民進黨都是政黨利益 大於國家利益 講的一套做的一套 當然我覺得民眾會希望說 你真的拿出具體的做法出來 而不是只是在那邊講而已 任君哥當然這是韓國瑜是史上最被矚目的立法院長 但大家也不會忘記 此立法院的院長職權很有限 這麼高的矚目他能做的就是議事主持 老實講我覺得韓國瑜當院長 他就是做一個院長該做的事情 當然你說這個公有轉技工 我剛才施加跟原資在討論 因為這個公有轉技工 按照我們現在的這個制度上面來講 事實上都比較不太用新聘的 這當然是一個調升 他們有一個名詞叫轉化 就是原單位的這個原單位的人 然後往上進一階 因為公有的人數會多 然後這個技工會稍微少一點 我覺得這當然對這些 對這個被進調升的人來講 他當然會覺得這是一個肯定 因為看起來他包含到他那個 點數的部分 事實上都會有不同的狀況 立法院打架越多 那他們有工作更多嗎 不知道 也不是就是說 因為他們負責的工作是不一樣 包含像駕駛或什麼都在這裡面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看 就是說以韓國瑜到目前為止 大家當然會認為就是說 立法院整體的狀況 會跟韓國瑜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但是韓國瑜要不要負責整個的 這個包含到說政策的部分 就是讓韓國瑜說要求 要想辦法去做推動 他也不是執政黨 你也希望他行政中立 那就讓他好好的中規中矩 做他該做的這個事情 至於是不是說 他未來有沒有在政治上想說 那也是看韓國瑜自己 但我提一下就是說 這個柯文哲這件事情 老師我覺得在剛剛我們提到說 台延的那件事情 我是非常願意肯定民眾黨 也就因為這個事情 是剛剛惠文哥有講 那個民眾黨最早提了這件事情 黃國昌 你台延在這件事情上面 那時候國會也沒有炒什麼調查權 在你沒有什麼調查權的狀態之下 你一樣有揭發這樣的事情 而且現在看起來司法 他是已經進入到這個階段裡面 所以我非常願意在這個階段 在這件事情上面 去很肯定民眾黨的這些立委 還願意去找這些問題出來 可是在柯案的這件事情上面 事實上不能夠因為涉起事物 如果你認為說這些跟錢有關的 這個行政部門出這些弊端 然後你們來 我們肯定你 但現在看起來 也有這個所謂的錢是 包含謝國良說他捐錢給民眾黨 但是民眾黨感覺也沒拿到這個錢 那兩百萬去拿了 這個反而民眾黨從頭到下 沒有人提這件事情 那這個如果要比照辦理 對我來說 這件事情我就沒有辦法 肯定民眾黨的立委 應該一直同仁監督嗎 何文哥 這個請任俊雄指教 我就舉個例子就好了 當年進電視的董事會 有人偷錄音 然後這個時代力量的陳焦華 就開記者會說 你看他們董事會講什麼 然後其實在他開記者會之前 很多國民黨立委都拿到了 所以這個 你說 我不是要跟人群雄指教 立委很多那些 只是人家的傳聲筒而已 就像黃國昌 他在立法院一直質詢 進電視有一個董事什麼的 他就是那個董事的打手 這是什麼了不起的 來 我要講一下這個 這個我比較在意 這個錢丘你們的這個民調 問了很多賴清德的問題 有八題的 執政表現國慶 你說新任賴清德 他帶領國家的方向對不對 你對他執政有沒有信心 他拼盡進去表現 兩岸關係他的祖國論 他最後這個結果是什麼 觀眾朋友我都把它列出來 他的結果是六勝二敗 奇怪 你們為什麼 我就一個 我就是一個很虐的人 我就覺得很奇怪 他明明就是他的祖國論 支持的這麼多 對不對 他的國慶演說49比41 他有比較下降的 都是在誤差範圍 他本來就是兩岸跟經濟的部分 他本來就比較差 兩岸跟經濟他都是負面比正面多 可是加起來他是六勝二敗 那在清德的民調是有什麼不好 我覺得很好 對不對 如果這樣子下去的話 各位新聞大白話的好朋友 在我們節目畫面右下方 可以看到這個QR Code 只要拿起手機對準QR Code 掃描下載之後 就可以一手掌握TBS新聞 跟我們一起發揮監督的力量 更多最新時事議題的討論 鎖定新聞大白話 馬上回來